歌樓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他里面身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而事实上当时的聚会当中 就如我所说 有很多这些章节 不同的问题 扰乱秩序 这些扭乱东西 因为当时来说 早年人们还未对聚会认真 但问题就是 在整个因果下 我最享受的是 当时上台分享的这一刻 每个星期最享受的是 研究这些信息 然后上台分享 因为那份的因果 让我短暂 从现实当中脱离了 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去了一间很原备的教会 对着一班很爱主的地方 但当然 今时今日 我却真的见到现实 但问题是 方向就是 当年 我相信很多人 摆在那个光景当中 应该会漫无目的 这件事 为何搞到香港 这么多年 都是出不了一间 似这些样的教会 但当时 因为这件事 带领我走到今天 去建立到 石安 有现在这个光景 而事实上 可以说问心那句 开始 头一两年 我做得非常吃力 和不成熟 因为是一个开始 因为 是不是有人 成为我榜样 或者有人在身边教我 没有的 其实 只不过就是 我憑空去想出来 而行不行 我都不知道 在当年 可以说 没有证据 没有前人的榜样 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 当时可以说 用的信心 可以说 当时是很宝贵 很大 用很多的信心 因为那个 只有神的话 这种形态的应许 因为神的话 通常是很大为底下 应许的 不会这么仔细地 你在香港 都会有这些 你教会 遇到这样的光景 你都会解决这些问题 不会这么仔细的 很大为底下 告诉他 家级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你不要想着 这些经文 在香港教会 一定普遍 很多人都相信 不是的 你如果告诉别人 和牧师 他们会痴笑你的 他跟你说 我都够认识神了 你这些 这样做法 你不用说了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会和牧师分享 我做事的做法 因为通常我都会这样 如果我教会 不超过300人 我不会给意见 一个30人的教会 但可能你意识不懂 当我超过300人 去给意见 一个300人教会 不要说他都不听 我们教会 我们超过1400人 的时候 我告诉一个30人教会 的牧师 他都不听 你知不知道 他倒转 觉得他有很多东西 要教我 你能不能想像 香港有这样的牧师 但你一定是 而那个牧师 已经在香港当中 叫做好那批 你知不知道 叫做最好那10% 会有这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 当然那些 只是搞 又是晚会 那些不计算 那些都不是教会 那些是社区 那些 计算那些人 不如计算YMCA 就是 Firmation 去开始这些教会 如果计算那些 我说的是 借着神的恩高 和港道所建立的教会 在香港很多时候 都是有这个问题 尤其是早年 只能够接触这些 但是感谢主好在早年 只能够接触这些 因为早年 接触那些 真的在现在 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出卖灵魂 而使得自己 教会人数增长 那些教会 我早年接触他们 以我当时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因为始终 你跟着他们 他们教会有 一、二千人 或者二、三千人 只要你出卖你的灵魂 你扒难 你只要用这些社会福音 你就可以吸引很多人 就像新加坡的康熙 如果我们早年 接触他们 那就会有 但是感谢主 当我们教会有千多人 康熙就来到香港 当时他有千多人 我又有千多人 有机会和他聊天 幸好 我们早年 已经达到这个标签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我仍是三十多人 康熙是千多人 肯定我一定会走他的方向 我一定会羡慕他的方向 因为有时不是为了利益 因为有时 就算你的动机对 你都会被身边的环境 骗了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带了成千人 成几千人信主 那是否那些人灵魂很重要呢 但当然 如果你细构 用不择手段开始的话 你都不能够 不用不择手段去继续 因为那些人会 了手散的嘛 那些人 当然当然是当时不知道 但感谢主 好在当时是没有遇到这些东西 只是遇到分堆 遇到大量的肥田鸟 那现在当然 遇到更多这些化学肥 就是那些人工制造出来的 假復兴 就变成了那些 最多都是成为肥田鸟 就不会成为一个毒素 在我生命当中 所以真的感谢主 就是无论我年轻的时候 即是说中一中二的时候 又或者甚至我成为一个 你们的牧师的时候 23岁半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都是看不起我 因为如果他看起我 就惨了 就容易带坏我 所以见见 有时我们在人生当中 就不是常常要自怨自艾 有时有一利 亦有一弊 如果我在我年幼的时候 年少无知中一的时候 反而有人去看起我 或者可怜我 他觉得为我好 那些开派对那些 常常去跳舞 常常去认识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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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同学 如果看起我 想着教一教我 带我进队 就大事 当时我不会为自己 将来的太太 去预备好自己 因为已经可以了 已经单凭别人的怜悯 我已经在一个社区当中 得到我要得到一个女朋友 我会不会再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 你能够想象 我中一至御科 所做的都是很微薄的 很少的 不是真的有什么长进 因为始终未信主 所以能够对比当时 即时可以跳入这些派对 即时可以跳入这些朋友 去拥有这些女朋友 我肯定当时 我一定会被这件事迷惑到 明白吗 所以感谢主 在当时有这个情况 但也是因为这些微薄的改变 让我能够真的信主之后 在我自己的人生的内涵当中改变 而能够有一位燃内座 这个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榜样 但当我再次遇到在教会界当中 我走这个方向 或者是回来开支教会 又是了 没有人拉我入队 你可以说很惨 但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好像药室被十个哥哥去卖了一样 你说很惨 但如果不是这样 我怎样去到埃及成为宰相呢 在当时也是 如果我突然间会被一些 或者当时香港已经有过千人教会 或者过千人的灵恩教会 又看得起我 又拉我入队的话 那我就分不清 什么是对还是错 因为始终我也是刚刚开始 在我来说 当时是很简单 就是打人信主 我没有打算做什么大牧师 或者带领人去进入神的时代 我打算有什么复兴 我在旁边 尤其立喊 所以如果有人拉我入队的话 可以 我做去副手都制 但是他不是我回来香港 所受的待遇 就是被人排斥 个个人都害怕了我 因为我不知道当时 感谢主我 开始回来香港的起手式 就是身边的人 或者牧师是难以匹敌的启示的灵 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只要我开口分享的时候 我对圣经的那种陶醉 让人对一听这些诗经 他们都很陶醉 他们都突然间对神的话 可以说刮目相看 而这件事才引起了宗教邪灵的憎恨 附在这些牧师身上的宗教邪灵 就不断攻击我 不断断我 不断追着离砌 但是感谢主 所以变在那个光景当中 导致我当时没有迷惘 因为反正 对外 我都没有出路了 全部都是排斥 那不如 我就做回我一向 知道 在中一 照预科 就是这些短短的六年里面 所做的方向 就是使我自己成为一个佩德的人 所以变成我考虑的东西 不是使我尽快成功 又或者有更大的成功 我考虑的就是 全部在内心当中 在神的面前 可以配不配得呢 如果我以前 为到我未来的太太 都这样做 我现在为到未来神 去与我同工 我做些什么 是配得圣灵和我同工呢 当然 听神的微笑声音 当然 我说的是 关于道义的问题 当然 我说的是 当我发现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 我一定应该要让位 诸如此类 这些 我很早年都已经去考虑过 而事实上 我也是很多次的信息当中 和大家分享 哥鲁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汤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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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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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